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韌代重建 在愈合的过程中 尤其是前六周 他是会相对脆弱 所以前六周 我们建议还是休息 不要做太激烈的运动 有些医师认为要穿一个保护架固定 那有些医师认为说 你可以早点活动 未必要穿保护架 这个跟你固定的方式 还有使用的工具 还有不同的技术 这个要跟你自己的医师讨论 那一般认为六周后到三个月 可以做一些简单 就关节的活动的恢复 甚至可以做轻度的肌肉训练 那一般认为 手术后三个月可以开始慢跑 那大概四个月左右 五个月左右可以开始跳 进行跳跃的活动 那做一些这个运动的训练 要真正回到场上 比较有信心 其实大概通常 都要到九个月到一年左右 那更激烈的赛场 比如像NBA他们的选手 常常会去比赛 到比较好的表现 都要到两年左右 所以这个跟受伤情况也有关系 然后每个人从事的运动有关系 年龄也有点关系 如果你们在一起 就会做一些东西 自己的东西 都要做一些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 需要更有关系 要是一切其他东西 但是我们来做一些东西 你会在这里 你会在这里 我会在这里 你会在这里 我会在这里 我会在这里